欢迎锁定中视新闻 全球报道来关心高雄林园区的 这一场大火 空地里面堆满了6000片的塑胶 沾板被大火一口气全部烧光 整片火海中大火夹杂 黑色浓渊 10公里之外都能看见 现场烟雾弥漫 而且还有浓浓的刺鼻臭味 是否有散出大量的有毒物质 环保局还要调查 空地大火冲天狂烧橘红色火蛇 仿佛火烧山一大片惊人火海 消防队员到场赶紧灭火 超狂火海夹在浓黑烟巨入网上窜 真的超级夸张 就连十公里外都仿佛 惊见一条黑烟巨龙盘旋空中 大火在高雄林园区一处空地 上午11点多窜出火事 现场堆滞满的废弃砖板 大火蔓延近6000片砖板全部烧光 废弃塑砖板起火狂烧夹着浓烟 发出强烈的刺鼻味 消防队出动29车61人 花了2.5小时才扑灭火事 就怕有毒物质也弥漫空气中 约7000坪的空地烧光6000块 砖板幸好没有人伤亡 等查出起火原因跟农烟 是否有含有毒物质 将决定是否要开罚 记者蔡武言 高雄采访报道 屏東市五号雷震雨 大雨狂炸 简直像是在倒水 排水沟一时排水不及 直接就灌进了公司行号和民宅 马路积水像小溪 还一度淹到了小腿 屏東市区下午下起 倾盆大雨 这间办公室遭殃了 办公室淹水变水池 员工双脚泡在水里 超狼狈 住家庭车库也泡水 摆在地上的鞋子全飘起来 变成飘浮球鞋 屋主超无奈 走出家门更夸张 马路变水路 水淹到脚踝 甚至一度淹到小腿肚 一下球一点的话 就会淹到骨子里面去 刚刚最深到哪里 到这边 海水沟似乎被塞住了 水根本排不出去 过境居民超困扰 住在这里四十年 每逢大雨避烟 缩性来得快也去得快 它下大雨会 雨很大会激 可是雨小了它就 水就流掉 屏东市区雨水简直用到的 仿佛小瀑布 机车骑过 渐起大水花 气象局表示 受到南方水气影响 天气不稳定 南部地区偶有阵雨 而山区要严防 豪雨陈灾 记者张修华评论报道 台北市立动物园 热带雨林区七岁大的 马来莫默克 在十八号惊喘死亡 原方是紧急为默克 施打退烧针 但是仍然失去了呼吸心跳 除了天气太热 是否是热衰竭 原方也不排除 有可能是细菌感染 在明天将会解剖 来厘清死因 台北市立动物园 动物明星马来莫默克 十八号惊喘疑似 热衰竭促逝 很遗憾的跟大家通知 就是我们动物园 所照养的马来莫默克 不幸在昨天下午 两点多的时候过世 这个月十五号 默克被原方发现 十日不振 十六号就先让默克 到后场休息特别监控 但没想到十七号 病情急转之下 虽然紧急为默克 施打退烧针 以及补充输液 十八号下午 默克仍不幸死亡 因为最近户外气温高 外界第一想象 会不会是因为太热 不排除任何病因 就包括热衰竭 也不能排除任何的感染 原来动物园有 总共照顾七只马来莫个体 我们也非常担心说 万一是传染性的疫病 那就姿势体大 传染病是 有些病毒的感染 是针对个体特定的位置 所以这个也是要厘清 默克是不是被热死 原方表示 默克是热带动物 照理说不怕热 现场有水池 也有遮蔽物能降温 默克今年七岁 2018年3月15号 从捷克大鸡来台 与莫莉莫房配对成功 育有一子一女莫斗及莫滑斗 今天下午的时候 我们园长就立刻针对莫莉同步 做必要的筛检 运气很好的是 莫莉就是一切正常 马来莫平均寿命是20岁至25岁 如今默克一年早逝 也让民众相当难过 晒太阳晒太久了 有点点重视 肠胃有问题吧 应该可以像熊猫这样 给他一些消暑的东西 默克死因代查 20号将解剖离清 至于后续遗体如何处置 原方表示 会考虑教育异议 再做演绎就杨氏区李采山 参谋报道 诈骗手法不断翻新 最近竟然出现了 假冒台电的线上电费 假账单 这样的假冒的诈骗账单 有三个特点 包括email电号会遮蔽 还有呢 为提供用电地址 附件还用ZIP的压缩档 台电提醒 千万别点开这种假账单 不然的话 电脑里面 手机里面的个人资料 恐怕全都被駭客给倒光光 夏天吹冷气 缴电费 越来越多民众选择 使用电子账单 就能献上缴交电费 但可要小心了 诈骗手法又升级 如今竟然有不效人士 假冒台电名义的 诈骗email 冒用电费账单形式 夹带恶意城市党 要是不小心上当 秘密恐怕全部被倒光 后果非常的严重 包含你的密码 联络人 甚至你的声音 党啊 聊天记录等 都会被窃取 假账单 真钓于诈骗邮件 有以下三个特点 台电指出 首先信件会将电号遮起来 也不会提供用户地址 还有一个为压缩档案的 附件资料 若下载安装 就在不知不觉中 骇客讲你的个资 给偷光光 真正的线上电费账单 都会如实提供 用户电号及地址 并且附件档案为PDF档 民众务必睁大眼睛 看到了电账档案 有疑问的话 我们有1911 24小时的客服 为大家做服务 诈骗手法 不外乎是透过简讯 或是透过email 针对来路不明的邮件 不要去开启 甚至不要去点里面的 任何相关连结 若真的接获不明信件 记得删用查询电话 资源专家也提醒 要小心判断 安装防毒软件 等预防行为 是最重要的 若真的不小心点开 更要留意信用卡或个资 最近有没有被盗 诈骗手法不断推陈出新 千万要提高警觉 别误入陷阱 接着姚立强 范亚乔台北报道 经常在脸书上评论实证的 台北联合医院 胸腔科医师苏一峰 他自己在脸书上 竟然po出了这么一张 拥抱着女子 躺在床上全裸的照片 苏一峰他以 小弟我被恐吓了为题 在脸书po文 他表示收到了一封恐吓信件 内容除了有这张照片之外 还有文字说 有人委托我们调查你 要求他收到这封邮件后 要立刻联络低调处理 否则影片会被公开 不过苏一峰表示 这是一起变脸的恐吓手法 为了先发制人 他干脆自己先在网络上公布 希望能够反制歹徒 台中北区有法郎的男性员工 他上班时间竟然天天偷钱 从柜台的抽屉 偷到了老板的背包 让公司损失至少二十万 离谱的是在犯案之前 他竟然还在女同事的水平里面下药 然后是先喷后倒 连续两次都下手 自称是加了兴奋剂 说要来测试效用 发郎男员工坐在柜台鬼鬼祟祟 他伸了腰手里握着一罐不明液体 突然间他把这罐液体 朝女同事的水平里一喷 这还没完 十六分钟后 他又再次下手 这次发痕居然用到的 女同事浑然不知 把加料的水喝下肚 可能感觉噴不够多 我肥肝打几乎用到 蛮恐怖的 实在有够可怕 而事情会被发现 是因为老板背包内现金短少 要监视器要揪凶 没想到抓到这名男员工 对女同事下药 一开始说是春药 改口说是营养医 用头发医药 他有表示身体 你是跟我说 那天有感觉更疼 偷钱的窃贼 也是这名男员工 他陆陆续续 偷了至少二十万元 除了偷老板背包的现金 就连客人刚付完的钱 进到抽屉不到一分钟 也马上被他摸走 恐怖员工刚到职不久 就狂偷钱 还对女同事下药 兴奋剂是什么成分 会不会伤身 实在令人越想越害怕 许多游客到澎湖旅游都会参加 出海赏燕鸥的热门行程 不料现在传出出海喂食燕鸥 其实有可能是违法行为 因为澎湖县政府突然寄出了公文 要求业者不要把喂食燕鸥放入行程中 县府认为这样的行为 可能已经违反了动保法 有这样的违法嫌疑 国军人的防弹背心到底防部防弹 先前防弹板被射穿的画面曝光之后 现在又有人公布了 这个抗弹板竟然徒手就能够凹弯的影片 短短35秒钟让网友看了大炸锅 那么国防部是找记者实测 结果吓人不止防弹板 这个云豹甲车也传出了底盘会脱落 不效业者竟然A走的国防部将近21亿 军人防弹背心的抗弹板竟然像弹簧一样 徒手用力就能上下凹弯 绿民带公布这35秒离奇影片 让不少人大傻眼全往炸锅空棍 保命的抗弹板说凹就凹 难道是做成学生电板 这个防弹干板可以凹来凹去 那是不是有脱工减料的问题 国防部才说没到90度抗弹板不会凹 话说的满满还叫记者去凹 没想到记者一动手事情就大调 国防部说要90度以上才能够被凹 那为什么记者在现场 现场绝对不可能有90度 那为什么会被凹 我觉得国防部也要给我们一个清楚的说明 在战场上的装备都是这么乱七八糟的东西 提问一下国军要怎么样保家卫国 先前流传防弹背心被打穿 但国防部实测六发子弹 好在背心都没穿 不过专家吐槽别高兴太早 中国不用老步枪了 它的冲锋步枪的贯穿威力那么大 为什么不拿这个来做实测 拿以前做实测那是骗人的 不只防弹背心有问题 云豹甲车也爆出弊案 中心电工使用刺激品交货 导致云豹甲车频繁故障 甚至底盘脱落 还A走国防部将近20亿元 网友崩溃痛骂 我的脚踏车底盘都没掉 你战车底盘竟然会脱落 而这庞大工程到底谁在验收 云豹甲车出现了这么多瑕疵 你的验收的问题 你当时军备局有没有人魔不脏 或者是护航厂商的这个疑虑 搞出一大堆弊案 这个是军方的问题 这个就是采购弊案 这种事情你会觉得很少 20亿算什么 前占亿算8800亿 美国前总统川普在受访时 竟然谴责台湾抢走了 美国的半导体产业 甚至还说要对台湾 这个来课征惩罚性的重税 美国的这个半导体产业 真的是被台湾抢走的吗 专家痛批呀 其实当时是美国 根本不想做爆肝产业 怎么现在还有脸怪台湾抢走生意 过去蔡政府进口莱猪来挺川普 如今却遭到了川普打脸 还不敢抗议 在立法院立刻被电报 美国搬走台积电案 川普竟然还谴责台湾 抢走美国的半导体 专家痛骂 明明当初就是美国嫌金元产业 是爆肝产业才让产业外移 你得了便宜 你现在还卖乖 半导体制成需要24小时 半夜call你马上就回来 美国的劳工做不到 所以才到台湾来生产 这个人彻头彻尾 就是一个狂妄自大 自私自利的草包 台湾现在的所谓的半导体代工 就是10万青年10万干 是用我们的劳力去获得利润 他能够做到7奈米 然后变成量产 台积电现在十几个厂 是我们台湾人的钱在投资这个厂 所以现在是美国抢我们台湾的台积电 网友也炸过嘲讽 难怪美国想炸台积电 台湾帮忙做晶片 却变成台积电偷工作 川普狂呼台湾一巴掌 但蔡政府却连抗议喊痛都不敢说 你接不接受川普讲的 当然不接受 他所有的数字根据都错 你现在是到底了 当熬黄币 我们跟美国买了多少武器 8700多亿 还要一兆 我们才能够让台湾能够有序发展 我们跟台湾真的叫真心 我们对他这么好 讽刺的是当初川普大选时 蔡总统答应开放莱猪 让川普抢下莱猪北卡的票 在该州逆转胜 独派还发动了挺川普大游行 民进党中常委甚至戴上了川普口罩 怎么如今台湾川普挺了 莱猪吃了 巴掌却也挨了 我们从一参与 吃莱猪总统加入CPP 是假的 不是假的 台湾对美国要求一呼百应 但看看川普痛骂台湾的话 不只是贪婪的商人 更是现实的美国 西瓜是夏季的当令水果 不但香甜清凉 而且还富含多种的营养素 不过你知道不同颜色的西瓜 营养成分竟然不同吗 像是吃红肉西瓜 里面富含维生素A β胡萝卜素和茄红素 给保护眼睛和黏膜的健康 而黄西瓜里面含有的是瓜氨酸 因此在体内能够产生静胺酸 除了对心血管健康有帮助之外 还有人说它是天然的威尔钢 真的如此吗 我们带你来听营养师怎么说 夏天到了当季的西瓜冰凉香甜 大人小孩都爱吃 除了口感不一样之外 营养素也有差 红肉西瓜富含维生素A β胡萝卜素跟茄红素 可保护眼睛黏膜健康 至于黄肉的小玉西瓜 都市传说竟然对男性的性能力 有不助 不相信 我不吃西瓜 也是很OK 阿伯自信满满 事实上黄肉西瓜 含有更多的瓜氨酸 在体内变成金氨酸后 有扩张放松血管的功效 对于高血压的预防 与心血管保养有不错效果 但要在性功能上有所帮助 恐怕不见得 平均要吃到三颗的小玉西瓜 才可以达到壮阳的效果 西瓜含水量高达90%以上 属于良性食物 适量就好 对于糖尿病患者更要小心控制 姐姐你吃冰 冰姐 至于炎炎夏日 孕妇能不能吃冰 高雄有冰店爆出食物中毒事件 其中就有孕妇吃完冰后 腹泄公缩被网友狂酸 怀孕不能吃冰不是常识吗 只要没有身体太大不是 其实我觉得都可以正常吃 孕妇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没有说不能吃冰 也没有说不能吃生鲜食品 生鱼片那一类的 但是要注意食品卫生 衣食辟谣孕妇除了人生麻油酒精这类食物 不要吃之外 其实在饮食上没有太多禁忌 保持均衡摄取的大原则 准妈妈们不用给自己太大压力 记者联名李云杰台中报道 有句话说左耳进右耳出 原来讲不同的话 还真的要对不同的耳朵说 原来因为右耳是由左脑 来管理比较理性 因此乔正是应该对右耳说话 而左耳是由右脑来管理的比较感性 因此想把妹讲亲话 最好要对左耳说 这成功几率才会比较高 坚定讲悄悄话 左耳右耳别选错耳 因为两只耳朵听话的功能不一样 如果你跟你朋友讲悄悄话 你觉得是要从左耳听 还叫右耳听 左耳听 为什么 我觉得靠心脏比较近 比较敏感一点 如果要瞧事情的话 讲哪一耳会比较好 我还是会讲感性 我觉得甜言蜜语 好不过于你刚才讲 大老理来的好吧 答案公布左右耳连结大脑 左脑管右耳 右脑管左耳 右脑是形象思维感情丰富 解读音乐跟图像 左脑则是语言思维 逻辑性比较强 所以要瞧事情严肃的事 就要讲给理性的右耳听 要讲情话绵绵 得告诉感性的左耳 我们最好是用右耳 因为右耳的讯号会跑到左脑 然后左脑这个思考中心 就会把一些逻辑 把一些语言的这些事情 听得很清楚 简单来说 右耳理性听从意见 负责执行命令 左耳是感性艺术 爱听甜言蜜语 如果要拜托人解决事情 答案是 不然请你手下留情 何必两败俱伤呢 不要说了 如果要拜托人家的时候 你希望对方把这个事情听清楚 你最好从他的右耳说 也有医学统计说 如果你从右耳说成功的几率 会是比左耳高两倍 还有听电话讲事情 甚至借钱瞧事情 从右耳 情话绵绵 甜言蜜语就是左耳 跟对的耳朵讲对话 就不怕左耳进右耳出 决战大未来 总统争霸 面对2024的大选 现在有人提议 认为反贪大联盟 应该要再半类初选 共推一组人马 将侯友宜 柯文哲 韩国瑜等人 都纳入民调 来共推人选 才能下架 贪腐的民进党政权 那么有民嘴炮轰 他认为因为郭台铭 两次赌输 都翻桌不认账 让百名来搅局 因此没有资格 再参加民调 2024大选 有人提议 应该组成反贪腐大联盟 来个整合式初选 共推一组最强人选 推动政党轮替的民意 大概有60% 民进党支持度的天花板 大概只有40% 如果在60%的选票 没有办法团结 一分为二 或者是一分为三 就等于是保送民进党 侯友宜 韩国瑜 跟柯文哲 被认为都该纳入民调名单 柯文哲说搭配参选 再过一两个月水到渠成 侯友宜新周又没有谱 但郭台铭动作平平 每次拿拜关公宣誓 偏偏赌书都翻桌 名嘴怒呛郭台铭 别搞乱反贪大联盟 民嘴说反贪联盟 若真要用民调 核推一组人选郭台铭 连参加民调的资格都没有 为什么参加 你凭什么参加 凭你有几百亿 你就要参加 那大家都不要选好了 你一个人发一点钱 然后就跟你选好了 好不好 大家都不要再吵了 每个人都领到钱 然后你去选这样子 很多人贪图的是郭台铭的钱 他们把郭台铭当作提款机 他以为郭台铭会 就吓怕 这个大傻逼这样选 你想太多 有人赌书不认 有人盘算很多 眼前反贪联盟要整合 还有漫漫长路 记得 陈正茂李璇台北报道 新北市的人口创新高 民政局和各个局处合作 透过的政策及福利 成功吸引人口回流 年底有望能够 重返四百零三万高峰 最新以昨天的人口统计 是四百零二万九千三百五十六人 打造幸福城市 新北市人口创新高 民政局长做简报 面临少子化及高龄化 双重夹集下 透过政策及福利 建立快乐生养的友善环境 推出第三胎的部分 是三万块 其他的政策 包括公共托育 我们增加了许多加速跟班数 鼓励婚育市府举办联谊 有近五成配对率 升格后累计举办 十四场联合婚礼 面对高龄化 拼每一礼都有营法俱乐部 从婚育友善 高龄乐活及新著名关怀 三方进行 市府力推智会护证 五大一化服务 规划护证新愿景 启动为期十年的户籍资料 数位建档工程 软硬体双管旗下 全方位照顾市民 记者送不到 我是哈远宜 不用说故事 写自己的人生故事 有争议的拿证据说 被掩盖的挖出来说 非主流观点 博有勇气说 用心说好 两千三百万人的故事 我是哈远宜 请锁定中式YouTube频道 记得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 开启小铃铛哦 请不吝点赞订阅